第25题,小林想配置重量百分浓度15%的食盐水300公克,则他应该称取多少公克的食盐与多少毫升的水混合而成,重量百分浓度需要的是质量,那么我们知道水的密度呢是等于1,所以呢一毫升呢就是一公克,一公克就是一毫升,所以我们说有多少毫升呢就是会有多少公克, 他们的数字大小是一样的,那我们也知道呢,上课老师教过,我们的溶质的质量,就是溶液的质量,去乘以我们的百分浓度,现在呢我们有溶液食盐水300公克,去乘以百分浓度15%,所以算出来呢我们有45克的盐,所以我们需要取45公克的食盐,就是C或者是猪,那水要有多少呢? 我们知道糖水就是糖加水,糖的质量加水的质量就是糖水的质量,那么现在我们有300公克的糖水,这里是食盐水,那里面有45公克的糖,这里是盐,所以300减45呢就等于255,所以我们需要255公克的水,也就是255毫升的水, 因此第25题问我们说,它应该称取多少公克的食盐,与多少毫升的水混合而成,我们答案选的是猪,45公克的食盐,与255毫升的水 好几个问题 好几속调 好几个 Jun就 好踩 好踩 好 好